我今见闻得所自愿 皆如来真是一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前面我们讲诗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其中现在讲的第一品分别戒品 分别戒品当中应该前面所有戒的分类已经讲完了 现在今天讲也就是说根和石净这三个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说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界和厌世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稍微难一点 尤其是它地与地之间的差别 当然我想我们应该在讲一场戒时 讲一场戒时的话可能好多了 不会很困难的 但是你心里面真正要能了知的话 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 从现在看的话 一般我们居士论的诸书吧 诸书是比较好懂的 这一点可能你们也有感觉 现在铺垫光环是给我们节员的聚舍轮的知识的话 也是这个诗经轮是亲自造的 然后是唐僧翻译的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是本来这个知识的藏文也是比较难懂的 再加上是现在用这个顾问来从知识上面来解释的话 恐怕只有这个水平就非常高的人以外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然后其他的有些将议呢 有些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直接揭示宋词的意义 有些呢就是太这个古老 有些呢也虽然这个是白华文 但是呢理解起来就是恐怕有点困难 因此呢这次这个将罗特罗伯的这个将议呢 就是也不是很广也不是很绿 应该呢他的这个宋词就完全就是能这个揭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这样的道理呢 就是这个一根和那个是进吧 就是在这个三地当中呢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就是要分析这个问题 宋词里面这样说的 他这里呢就是说那个身体呢就是不具足什么呢 就是不具足这个下地的烟 身体不具这个下地烟吧 就是身体不具下地烟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那个我们这里的这个身体呢 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吧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严根的缩矣 昨前天呢我们这个所谓的根椅啊 就是这个根椅呢就是叫做是那个 这个严根的这个缩矣 就是这是有时候呢 在居士论当中就是叫做是这个身体啊 就是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呢 实际上是那个不具足这个下地烟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身体呢 刚才讲了这个所以 也就是说是这个烟意 就是我们外面看着的这个烟柱呢 就是他这里的这个身体的意思 也是这个根椅 就是这个根椅呢 就是他不会这个具足这个下地的烟根 就比如说就是他我们这个第一餐吧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鱼节色节 无色节就是这样讲 然后这个无色节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什么这个严根和那个 严实的这个概念 然后那个色节吧 就是色节的话呢 就是像那个第一餐 那么第一餐的这个身体 也就是说是第一餐的这个眼椅 第一餐的这个眼睛呢 就是他不可能具足我们这个鱼节的这个严根 就是不可能我们这个鱼节的严根 为什么是不具足呢 因为那个一餐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非常这个好的 就是他这个严根呢 就是他这个眼影呢 就是他自己已经具足了 这个非常清净的这种这个根 因此呢 他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个下面的 鱼节的这个严根 为什么不需要呢 所谓这个鱼节的严根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 他是一种这个很这个下列的 就是很下等的 就这样的话呢 那么同样的道理 就是像那个 什么这个四餐当中 也是三餐四餐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是不可能具足 就是第一餐的这个严根 然后呢 这个一餐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具足就是 鱼节的这种严根 就是因此呢 他这里说这个上面的这种身体的话呢 上面的身体呢 就是不具足这个下面的这个严根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三节当中呢 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意思 那么他这里这个直接呢 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呢 就是不具足这个下眼 就是下地的这种眼 简介呢 就是已经说明了 就是这个身体呢 可以具足这个上面的这个严根 比如说我们那个 鱼节的众生吧 鱼节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呢 就是可以具足这个上面 就是具足上面什么呢 就是具足这个第一餐的这个严根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的这个眼珠呢 就是我通过这个修行 就是修第一餐 修第一餐呢 就是如果我修好了以后呢 就是在我的这个眼影 就是也就是说说 我的这个眼珠上面呢 就是出现什么呢 就是出现那个第一餐的这个严根 就是第一餐的严根 或者我修那个第二餐的话呢 就是我的这个眼镜上呢 就是就出现那个第二餐的这个严根 就是或者第三餐 第四餐的严根 都可以这个出现的 因此呢 他这里直接都没有说 但是见解呢 已经说明了这个 这个上界的这种这个严根呢 就是应该可以这个具足的 就是应该可以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下眼不见上帝这个舌 就是他这里意思呢 就是这个舌界也好 愚界也好 那么这个下面这个界的 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见那个上面的舌 比如说我们是愚界众生吧 愚界众生的这个严根呢 就是不可能见那个上面 就是舌界的这种舌法 无舌界的本来没有舌法 但是这个舌界就是第一三二三的这些舌法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见到 为什么是不能见呢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非常那个低劣吧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只能看见这个前面的这个一部分 就是不可能就是干潜这个 我们愚界当中的很远的地方都看不到 就是不要说是那个舌界的这个舌法 就是舌界的舌法呢 根本看不到的 因此呢 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的这种这个严根的话呢 那么就是上面的这种这个舌法呢 就是见不到的 同样的道理 愚界的这个严根就不能见到第一三 那么一参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第二三的舌法呢 就是也见不到的 第二三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第三三四参的这种这个舌法呢 就是也是这个见不到的 就是只是那个直接来就是这样说的 然后这个宋子的简介 简介呢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简介已经说明了这个 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严实呢 就是不能见这个上面的 但是他翻过来说是上面的这个严实吧 就是上面的严根 上面的严根的话呢 就是可以见这个下面的这种这个舌法 比如说我们愚界的众生的话呢 就愚界众生在下面就是没有什么的 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跟下面呢 就是再没有什么 包括弟友也是在这个愚界众生当中 那么这个第一参吧 就是比如说第一参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不但是能见得到这个 这个自地的这个一切色法 而且呢 他可以见到这个愚界的这种 这个一切色法 同样的道理就是 那么就是第二参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能见到就是自己的这个 这个自地的色法 还有呢就是他同时见得到这个 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初参和我们这个愚界的这些色法呢 就是可以见得到 所以他这个呢 就是下言呢 就是不见这个上帝色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解释 然后那个严实也见注色紧啊 就是严实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根吧 就是根方面来讲的 就是下面的这个根呢 就是就是不能这个见上面的这个色法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下面的这个身体呢 就上面的身体呢 不具足这个下面的这个严 就是他是这样 这个之间的关系讲了 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严实吧 就是那么严实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见到这个色的这个紧 就是他见到什么样的这个色的紧呢 比如说自地的这个颜实呢 就是他可以见到自地的这个紧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愚界的这种颜实的话呢 就是他能看到这个愚界的这个色法 就愚界的这个色法 然后那个上面的这种这个颜实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看见这个下面的色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就是第这个三参和四参以上的话呢 他一般都没有这个厌实 然后这个第三参 第二参以上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 为什么是没有这个厌实呢 没有厌实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前面也讲了 就是第二参以上呢 就是没有这个视察 就是没有迅实 没有这个视察迅实的话呢 因为那个厌实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五根实呢 就是他是属于一种这个视察迅实当中 就是视察迅实的 属于视察迅实 所以呢就是第二参以上的话呢 就是厌实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第二参以上是要这个 见这个色法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要以这个一参的厌实 就是然后借用 就是在那个二参的这个眼根 就是聚合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见到那个什么呢 就是二参的这个地方和 或者在二参以下的这个一参呢 或者我们这个愚界的这些地方呢 就是都可以这个见到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那个 从这个愚界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先修那个一参吧 就是先修那个一参 先修一参的话呢 就是先这个第一参的这个根 已经这个出现了 根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这个根的那个第一参的这个事呢 就是可以这个出现在我们这个愚界的这个 众生面前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众生呢 比如说有些是有这个神通啊 就是看这个这个天人在做什么 非人在做什么 或者是地狱里面的众生在做什么呢 这是通过一种这个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的话呢 必须是通过一种这个修行力这个得来的 通过这个修行以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眼珠面前呢 就是眼珠当中呢 就是出现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色解的色法 就是 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眼根呢 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 清净的眼根出现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依靠它的这种眼神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出现的 就是第一参的 所以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什么欲解和色解当中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出现吧 第一参呢 就是比较这个齐全的 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个眼根 就是也有这个眼神 就是他呢 就是比较这个齐全的 就是然后呢 就是不用这个借用 就是像我们欲解众生的话呢 就是什么这个 这个能见到这个上方的 就是这些这个眼神也是没有的 这个眼根也是没有的 就是非常这个缺少的 然后像那个第二参第三参第四参的话呢 他们虽然有那个 这个什么这个梗 但是呢 就是他们没有事 就是因此呢 就是往往的要这个 看那个色法的时候呢 要借用这个第一参的这种这个法 就是第一参的这个法 因此呢 就是这个三界当中呢 就是用这个眼语这种 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清楚 就是那么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 就是如果用这个神童来 这个看东西的话 先呢 就是应该这个修餐顶 就是修餐顶以后呢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眼界当中呢 就是出现那个清净的这个 出餐以上的这些这个眼根 出餐以上的这个眼根出现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眼根呢 就是很不好的 就是一般的这个 他只能看那个 就前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但是如果我们都获得了 就是第一参以上的眼根的话呢 就是一参以上的这种眼神的话呢 他可以这个见一切这个色法 就是啊 就像是有个本来就没有力量的人呢 就是最后他就依靠一个很大的这个过往 就是这个一个大过往 就是帮助他的话呢 那么成本任何一件事情呢 虽然是这个人的力量很微薄的 但是他呢 还是会有能力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眼神呢 现在是就不能看东西 但是呢 通过修行以后 获得了这种这个 什么这个社界的眼根的话呢 就是可以得到的 就是因此这个眼神也是见这个一切色法 就是他整理着一切色法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个余界的眼根 只能见到这个余界 但如果是粗产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获得了这个 就是粗产的这种眼根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见这个粗产 第一产里面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色法 都可以见得到 如果他就是就获得了就是第二产的这个眼根 就是获得第二产的眼根的话呢 就是同时依靠这个第一产的眼神来 就是因为他二三自己呢 就是没有眼神 但是呢 他如果就是比如说粗产的一个天人呢 就是他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这个一产的这个二三的这个眼根的话呢 就是那么一产的这种 这个眼神和一切呢 就是看这个社法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这个身为色色之所以 就是那么这个身 就是神为色色之所以 就是神为色色之所以呢 他这里的身呢 就是也不是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身体吧 就是也是指的是这个眼眼义 就是也就是说根义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眼珠啊 就是这些都是叫这个身那个 那么这个所谓的眼眼义 就是眼珠的话呢 就是他起两个所眼 就是两个所义 就是一个呢 就是是那个眼神的这个所义 就是一个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色法的这个所义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这个没有的话呢 就是现在这个眼珠没有的话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色法见的话呢 也不可能的 然后参生那个眼神的话呢 就是也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眼影呢 还是这个很起作用的 就是如果你这个眼影没有的话呢 眼梗没有就是 因此大家我们在学据事论的时候呢 一定要告清楚就是 什么是这个眼眼睛的对境 就是色法 什么是这个眼神 什么是眼影就是 眼影和眼梗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就是按照余世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眼影呢 就是我们人们经常说说的 就是这个眼珠 就是这个眼珠的话呢 就是叫做是眼影 在这个这个松子里面的话呢 就这个叫这个身体 就是就经常呢 就是用藏文的这个例子来表示 就是也是这个身体的意思的 他这个身体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光影而降的 就是他阴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阴神的意义 就是指的是这个眼影 就是那么我们的这个眼珠的话呢 实际上起两个作用 就是起两个所义的作用 什么两个所义的作用呢 一个是这个这个外面的 这个执着色法的这个作用 就是如果你没有眼影的话呢 就是那当然就是不可能有眼根了 没有眼根的话呢 外面的色法也不可能见到的 还有一个其实没有样的作用呢 就是这个产生那个眼珠的作用 就是如果你没有眼影的话呢 不可能有眼根 如果没有眼根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眼珠就是从何而来 就是不可能就出现的 因此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松子上面的 这个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下面我们在这个讲义上 给大家做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有人问 如一与身体而产生严实等 那么身体眼根等 色经等以及这个 是等是一地硕士 还是是一地硕士呢 他这里这个有几个方面吧 就是一个是这个 所依靠的这个身体而产生严实等 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身体 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眼影吧 就是依靠眼影呢 就是产生一个严实的时候呢 就是那么这个身体和 就是身体刚才所讲的这个眼影吧 就是眼影 眼影和眼根 还有呢就是色经 以及呢就是眼色当当 就是这个呢 就是是一地硕士的 还是是这个一地硕士的 就是这之间的这个差别 让我们这个分析 这个分析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道理动乱的话呢 就我觉得就不是很困难的 就是下面就是说是 一地一地硕士的各种类别 就是都会存在的 就是中国有这个四类吧 好像是这个也有一地的 也有这个一地的 但是这个这种这个分类呢 就是比较这个复杂的 就是他这里说最初的眼 最初我们这个从这个眼根而言吧 就是其他的这个B根 R根色根 就是这些呢 下面还在讲一次类推就可以了 首先呢就是他这里 这个据实轮当中 这个松弛里面呢 主要将这个眼根 与这个其他三界之间的差别 就是眼根眼睛眼视 这几个之间的差别 就是讲得比较清楚 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从眼根这个的角度来说 就是从眼根而言 如果是愚界的人 以愚界的眼根 看愚界的这个色籍呢 那么上述四则是一地所则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 我是这个愚界的一个众生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眼根呢 就是也是愚界的眼根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眼根 就是这个不是什么这个色籍的 这个天人的眼根借来的 就是然后就是不是这个色籍的眼根 这个借来的 就是所以我用这个愚界的一个众生 就是愚界的众生的话呢 当然是我的这个眼意 就是刚才说的眼珠吧 就是眼珠呢 就是肯定是愚界的了 然后上面的这个眼根也是是愚界的 然后这个看那个愚界的这个色法 就是我看那个愚界的这个瓶子啊 金刚萨都啊 或者是那个阿弥陀佛佛像啊 就是当当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愚界的这个色法 就是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身体眼根 还有这个所产生的事 所产生的这个眼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愚界的眼是了 就是不可能就是他就跑到这个色界的眼是去了 就所以呢 就是这这几个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 这四者都是一地所色的 就是一地是他这里地呢 有时候是界地呢 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他这里呢 一地所色的话呢 就指的是愚界一地所色的 就是愚界这个全部是愚界所色的 这是一种这个分类 如果愚界的众生呢 现前一参的眼根 而看愚界的色景 在身和色二者呢 就是是这个愚界所色 然后眼根与眼是二者呢 就是是一参所色 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分类 就是比如说愚界的一个众生呢 就是他就通过这个修行 就是通过修行以后呢 就是最后这个现前第一参的这个眼根了 就是他就已经这个有了这个第一参的眼根 然后第一参的眼根呢 就是看那个看什么呢 就是愚界的一种这个色法 就是他没有观那个 本来是他如果有了一参的眼根的话呢 他可以看那个色界的东西 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呢 就是没有看就是 就是一个愚界的众生呢 通过修行 就是让一参的眼根已经这个现现了 在这样的时候 一参的眼根呢 就是看那个愚界的这个色法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身体和色 就是生死指的是眼语吧 就是刚才这个眼语和歪境 这个这两者呢 就是是愚界所色的 就是不是刚才那个他看的色法 是愚界的色法吗 然后这个眼根和眼识呢 就是一参这个所色的 就刚才这个眼根呢 就是从那个第一参的 这个眼根就是已经现现出来的 然后这个依靠这个眼根而产生的 这个眼识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色界这个所色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色界这个所色 就是这是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两个是那个愚界的 就是两个是色界的 就是这种显现也是有的 这是一种分类 然后这个如果愚界的众生 以二参的眼根 看愚界的色法 在身体是愚界这个所色 然后这个眼根呢 二参所色 眼识呢 一参所色 这个比较复杂 比如说有一个人呢 就是愚界的众生呢 就是他就开始这个修这个二参 就是这个死参里面的 就是二参就是 然后呢 就是二参的这个眼根 已经这个出现了 二参的这个眼根 已经出现的时候呢 因为二参呢 就是没有那个眼神 就是没有眼神的话 眼神的话呢 他必须要用那个一参的 这个眼神借用 就是一参的这个借用的话呢 那么这个刚才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是愚界的这个身体 然后眼根呢 就是是这个二参的这个眼根 然后眼什么就是这个眼神的话呢 就是必须用这个一参的 就是还有他看的什么 这个哪里的色法 就是对就是他看的 那个愚界的这个色法吧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身体是愚界所色 眼睛是二参所生 然后那个眼神呢 就是是一参这个所色 就是只是那个用这个三参所色吧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三参这个所色的 就是这种也有 若愚界的众生 以四参的眼根看 三参的这个色景 在四参都完全是一参这个所色的 就是如果愚界的一个众生呢 就是他的这个 所以的身体呢 就是是愚界的 然后他就是依靠这个 依靠什么呢 就是依靠以四参的这个眼根 就是四参的眼根呢 就是他那个看三参的这个色法的话呢 刚才第一参的这个眼神呢 就是必须要具足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眼语眼根眼神 然后这个色法 就是这四个是不同 这个四个地方的 就是一参的也有 愚界的也有 三参的也有 然后呢 就是这个四参的也有吧 就是愚界的众生的话呢 四参的这个眼根嘛 就是四参的眼根 看三参的 二参没有 就是他这里这个一参就是肯定有的 就是所以他只是这个 除了二参以外的这个四参居住 就是色界呢 就是具足这个三 一参和三参四参 然后呢 就是愚界 就是愚界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四地所色的 就是在这个四地所色 下面讲这个眼根当 就是眼根当眼五根蛇 与金蛇 神所处在愚界 与四参中均存在 就是那么这个五根和 还有这个外面的 色啊 神啊 所处啊 就这些是 在这个四参当中也是具足的 愚界当中也具足 一样是 他是这个无敌 他是无敌也可以说 他是在无敌当中存在 也可以说 他的本性呢 就是实际上是无敌这个存在 无敌是指的是四参和 就是再加上愚界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眼二生三参 在愚界与一参这个才具有的 就是因为这个二参一参当话 就没有的 就是相位于 鼻舌色色呢 就是唯有这个愚界才具足的 这个色界以上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相和味 还有这个鼻舌色呢 都不具足 就特殊情况而言 就是下面就是有些地方呢 因为他这个颂词呢 就是在这个下面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那个 就是他架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在哪里 哪里有这个颂词在解释 就是下面可能在这个颂词解释吧 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 这个颂词在解释 他这里说 这个如果特殊情况而言 上帝的身体以来下地的严根呢 因为子弟具有殊胜的严根呢 无需要下地的这个严根 就是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子弟也 子弟也上帝严根的这个所益 就是那么子弟呢 就实际上是上帝 上帝这个上面的这个严根的这个所益 下地严根是对境 不是上帝的这个色法 就这个也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下地严根的话呢 就是先帝下地严根的这个对境呢 不是这个上帝的这个色法 就是我们预解的这个严根呢 就是再怎么样 这个看的话呢 就是上面这个第一餐里面 就是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 上帝的这个色法细微之够 为什么呢 就是那边就是上帝的这个色法呢 非常细微 非常清净的缘故 因此我们的这种这个粗大的严根呢 怎么会是能见得到的 就是国残的这个望远镜 就是这个严根呢 就像是这样的 他就让这个 他的这个对境就是非常这个 也就是说是这个很渺小吧 就是根本看不见的 子弟与下地的色法 是上帝严根的对境 就是那么子弟和下地的色法呢 上帝的这个严根的对境 比如说第一餐的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能看见就是第一餐 这个所有的这个色法 还有我们这个 他天天的在看我们 遇见众生在做什么的话呢 就是这个就是可以 这个顺顺便便看得见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问题的 上帝的验射也是 依赖下地的这个严根 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修行的话呢 也可以的 原因是上帝殊胜的事 不会依赖于地内的这个严根 就是上帝的这个严实呢 就是不可能依赖于这个下地的这个严根 就是比如说第一餐的这个严实的话呢 他不可能是依靠我们 预解的这个严根来这个现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上帝呢 就是比较这个殊胜的这个严实 就是他不可能是低劣的这种 就像这个狮子的奶呢 就是不可能是一般的吐气里面 就是撞的 就是撞 就是你如果撞的话呢 就是马上会离开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上面的这种严实呢 就是如果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严根的话 马上会爆就爆炸了 然上帝却依赖于下地与这个次第的意识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这个上帝就比如说第二餐的话呢 就是他还是依赖于这个下地 就比如说什么这个第二餐 第二餐的话呢 就是可能余解都是没有 就是所谓依赖下地呢 下地之事也并不是说一餐的严实 依赖于余解之事 就是因为一餐之地呢 就是有殊胜之事 所以这里就是二餐之地呢 就是无有这个根色而言的 因二餐以上如果见这个色法 必须要现前第一餐之验射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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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